馬英九搭乘的國航CA196航班 27號下午4點21分降落在上海浦東機場 比表弟時間提早了19分鐘 國台辦的聯絡局局長孫生亮先上機迎接 現在馬英九也正在對著媒體這邊揮手致意 現場我們也可以看到也有禮儀的人員 準備著鮮花等著馬前總統走下航班來鮮花給他 馬英九下機後第一位和他握手的 就是大陸國台辦的副主任陳元鋒 接著是上海市委常委張維 還有上海市台辦主任鍾小敏 上海市台辦副主任李肖東 那麼我們在這個時間點是不能提問的 那根據了解馬前總統接下來就會經由貴賓通道 直接離開浦東機場 然後就會前往紅橋高鐵站 搭高鐵直接前往南京 機場只有鮮花 沒有紅毯 沒有間短談話 也沒有鑽車 直接馬英九上的車輛是一輛中巴和隨行記者一樣 因為行程相當的緊湊 是不會在這邊發表談話的 馬英九此行 總統府發言人曾表示 期待大陸政府依照國際間接待各國卸任元首的基本原則 給予合乎規格的安排 確保馬前總統此行的尊嚴 便利和安全 但目前從下機的浦東機場看來 大陸接待規格比聯宋過去訪錄是由鄭國籍降至副部籍 TVBS新聞陳旭毅 李敏珍 上海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領恢復 領恢復 獨立 責任 領恢復 人 責任 責任 發言 finan